大家好,今天是2022年8月30日,星期二 這幾天都聽不少有關於疫情如何升溫 專家又說怎樣怎樣,又說現在要去飲,又要做快叉,加上快要開學 可能專家都好像很緊張 不過也證明病毒鏈似乎不是那麼容易斷 單日確診數字,計3月25日回落到9000宗 港府更加預告如果確診破萬,隨時會收緊這個防疫 唉,未開學已經要有停課的陰霾 誰知道現在這個疫情滲入娛樂圈 因為進行得如火如荼的2002年香港消息競選中 根據無線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發放消息指有5個佳麗確診新冠肺炎 所以本身定在下星期九月四日的準決賽順現 大會即時安排各個候選佳麗做核酸檢測,嚴格遵守防疫和抗疫的措施,暫停各個項目的彩排和宣傳工作 保障佳麗,台前、幕後、團隊,避免進一步感染其他參加者 順然了那個沈摩準決賽順便會騰出充足時間給受感染者康復,而且投入競選活動 相關節目調動遲些再公佈 其實都五個佳麗,雖然他沒有講哪五個佳麗,不過雖然他直直都是,他講了我都不知道哪五個來的,沒什麼留意 今屆有多少個人參選,來數一下人頭,是不是十九個,數到人頭 是的,十九個,這麼多?好像去年沒這麼多 十九個佳麗中了五個,那這五個佳麗究竟是自己在外面自己中了 剛好他們是港姐,只是有一個中了之後在活動中傳給其他人,那真的不得而知 看看還有沒有佳麗再確診,如果有的話,很有機會是佳麗們之間的感染 啊,突然這樣想一想,好像這陣子只有153確診,之後就是這班港姐,TVB入面 我不太確定這個資料,我要先看看 莫非是總經理他傳染的? 這個我個人猜測,也不代表事實的根據 好啦,以上的內容就暫時來到這裡,多謝大家收聽,記得按LIKE,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,社交媒體分享,訂閱Patreon頻道,月費贊助,bye bye